以赛亚书第六十章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陷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 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 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 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 你心又跳动又宽敞, 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 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成群的骆驼并米殿和仪法的独风陀 必遮满你。 世巴的众人都必来到, 要奉上黄金乳香, 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击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 你拜约的供羊要供你使用, 在我坛上必蒙月纳, 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 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 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 众海岛必等候我。 首先是踏实的传之, 将你的众子, 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 都为耶和华, 你神的名, 又为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 他们的王必服侍你。 我曾发怒击达你, 现今却施恩连续你。 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 昼夜不关, 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 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哪一帮哪一个不是奉你就必灭亡, 也必全然荒废。 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 山树、黄阳树都必一同归你。 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 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 素来苦待你的, 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 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 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 为以色列圣者的喜安。 你虽然被撇弃, 被厌恶, 甚至无人经过, 我却使你并为永远的荣华, 成为雷代的喜乐。 你也必吃万国的奶, 又吃君王的奶。 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赎主, 雅各的大能者。 我要拿金子代替铜, 拿银子代替铁, 拿铜代替木头, 拿铁代替石头。 又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 以公义为你的监督。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 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 称你的门为赞美。 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 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 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 你神要为你的荣耀。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不退缩, 因我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 永远得地为业, 是我种的栽子, 我守的工作, 使我得荣耀。 至小的族要加征千倍, 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